而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 也首度獻聲火大列車 這個政府說 我們的失業率差不多4點多 不過我要跟大家說 我們的失業率 我們真正的失業率 遠遠超過這個所謂 晚間的火大列車是家開的班次 除了要號召民眾 明年1月13日走上街頭 還要為台中立委補選造勢